大家好 我是周明山之盆铜锦草水培铜锦草 用一种母肥养护15天时间过去了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看一下 它的生长效果怎么样 因为有很多人在养护水培铜锦草的过程中 不是叶片出现尾 就是发黄发卷等等一些情况 还有可能就是施肥不对 或者是光照不足 也会引起它不生长 甚至黄叶等等一些现象的 我就是给它用了这种长效母肥的 这种长效母肥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 不会造成肥害 不管你放再多 它始终不会造成肥害的 我这盘就是放了十多粒进去的 现在这个长势是特别的好的 环境通风等等一些措施都给它做好了的 最好是以散射光为主 不要降光暴晒 降光暴晒的话 叶片最初线被灼伤等等一些问题的 因为我在后当年就发现很多花药兔 找自家养的水培通肩 找人不是这边出问题 就是那边出问题 这些很多问题都注意在吃肥不对 就会引起它出现一个肥害等等 一系列的黄叶啊干锅等等的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盘是怎么养护出来的 为什么长得这么茂盛 短短的十五天左右了 现在的长势是特别的好的 我就是使用了一种肥就是磨肥给它喂进去的 作为水培使用是比较好的 最好是五到七天的时间更换一次盘土中的水 更换之后呢 这种磨肥在里面就不需要再更换了 因为这种磨肥不容易容易水的 因为磨肥里面含的磷、铭、铭、铭、素是特别的多的 比较适合这种水培生长植物 铜钱草使用是特别的好的 使用一次肥肖基本上都可以长大半年的时间的 水就是给它简单的换换水就可以了 不要在一个浑测水的情况下养活一些铜钱草 今天给大家分享 我桌面上这盘铜钱草 水培铜钱草是如何养活出来的 在短短的十五天时间就能够长得比较旺的 而且这些叶片是比较容易比较大的 这些方法我就分享给大家了 希望大家能够做到 把自家养了一些水培铜钱草 养了旺状就可以了 好了,下期再见